月条 别看小猪配齐了 那有啥看的呀 今天带你看看成人爱看的 对呀 可带劲了 是啊 这就是大人爱看的 看完这个 保证你手脚发汗 全身发热 而且睡意全无 可刺激了呢 怎么 害怕了 胆子这么小的嘛 疯忽没关好而已 那你睡会吧 我做饭去了 那这样吧 我给你找个小保镖来保护你怎么样 你的保镖来了 你看啊 他生披铠甲 头戴钢盔 手握大钱 他就是来保护你的勇士 有他保护你 你就放一百个新马 今天做一个麻辣小龙虾 先清洗小龙虾 浑身上下用刷子刷洗干净 抽掉虾线 小龙虾一共有五片尾巴 找到最中间的一片 一拧 然后一抽 虾线轻松就抽出来了 反复淘洗 小龙虾排出来的尿液很脏 一定要多洗几遍 多换几次水 直到水清为止 小龙虾才算洗干净了 冷水锅里下入姜片 料酒 把小龙虾焯一下水 这样做出来比较干净 焯好水捞出来 你怎么出来了 肯定是你先动嘴的 不咬你才怪 锅里面多倒一些油 油热 把小龙虾倒进去 炸两分钟 炸过的小龙虾味道更好 快了快了 马上就好 别急啊 炸好之后捞出来控油 现在开始炒小龙虾 锅里面倒油 加入葱姜蒜 然后再下入香料 翻炒 炒出香味 能吃辣的可以加些小米辣 炸豆瓣酱 火锅底料 翻炒均匀 加入炸好的小龙虾 可以加入自己喜欢的蔬菜和年糕 然后继续翻炒 确实应该换一个大一点的锅 这个有点影响我厨艺的发挥 翻炒均匀后倒入一瓶啤酒 加入生抽 一勺盐 一勺糖 一小搓鸡精来调碗 加水没过食材 焖煮15分钟就好了 硬硬时间到 麻辣小龙虾就做好了 麻麻辣辣 很入味 趁热热端过去给爸妈先吃 月桥 你怎么不吃啊 你忘了小龙虾刚才怎么咬你的 你看他张牙五爪的 吃进去咬你肚子怎么办 行吧行吧给你弄 没小龙虾你还不吃饭了 真是个小蝉猪 小龙虾 炒均匀 很酷 是什么地方 好 好了 我做出了一个新鸡蛋 刚好 太好了 它真的有什么